那今天呢我们详细给大家说一下Sage Attention的安装 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安装方式呢 跟那个很多教程里边说的这个玄学的方式不太一样的 那我会力求啊 把所有的前因后果给大家说清楚 所以说这个视频可能有点长 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还是先从现象说起 那Sage Attention呢 主要是一种新的注意力机制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Sage Attention的官网 那我们常见的Attention的机制呢 其实有这个传统的SDPA 还有Flash Attention 还有Sage Attention 大家会发现Sage Attention 尤其是第二个版本会比Flash Attention呢 其实要快很多 而且呢效果要好很多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装它 那我可以在Running Hub上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进到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控制台 可以兴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 我用一个最基本的One 1.3B的文声视频的工作流 而且呢是原声的 那下边我可以改变它的注意力机制 这儿我会用到KG大神的KG Node的这个节点 那这里边呢 专门提供了Sage Attention这样一个模块 大家看一下 那我可以连上 这儿呢我们需要给它选一下凹凸 然后后边的话呢 那我们给它接上一个Patch Model Patch Order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开启这个Sage Attention的这个机制 那我们可以跑一下 那现在呢就开始采样了 大家注意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们稍等一下 这个就完了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用了Sage Attention 如果你没用的话 我这儿呢准备了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 大家看一下 同样的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呢我就会报错 我再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 那会提示没有这个Sage Attention模块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去装 这儿呢有一个比较好的文档 大家注意啊 它这个步骤呢说的是非常详细的 那这个大家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蓝图 就是你有一个知识体系 那这样你才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 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样一张图 这个图呢我做的非常仓促 只是说明这样一个东西 大家注意啊 首先呢我们有一个我们的显卡 我们叫GPU 大家应该都知道 另外的话呢 我们上面有一个显卡的驱动 然后再往下边 就是涉及到和这个编程和计算相关的 第一个叫做CUDA 其实是一个并行计算库 那显卡呢主要提供了两方面的能力啊 第一个就是特殊的指令集 第二个呢就是并行计算 所以说呢有的人用显卡来做图形的渲染 玩游戏 有的人呢做AI 这就是不同的这个东西 那CUDA呢其实是专门用来啊进行做并行计算的 所以说呢你如果要是使用这个Confi UI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装CUDA 下边这个CUDDN是什么呢 CUDDN其实是专门针对这个神经网络 或者叫深度学习开发的这个加速库 或者加速包 那有了这些加速包之后呢 我们那个神经网络的什么卷辑啊 迟化啊这些方法的话呢 它得进行的更快 所以说呢在CUDA之上 又构建了一个叫CUDDN的东西 然后再往上边就是装我们的什么呀 框架 一般呢我们现在两个比较大的框架 一个是谷歌的TensorFlow 另外呢就是这个PiTouch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PiTouch为主 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装Confi UI的时候 都要装这个什么PiTouch 然后再往下边是什么 是这个开发环境 你要注意啊 这个开发环境并不是必须的 也就是说我如果我想写这个 CUDA的程序 或者是CUDDN的程序 那开发环境是什么 就是这些东西 那这里边我们用到的语言呢 主要是C++ 所以说当我们在构建一些 CUDA程序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C++的Building Tools 就是编译和构建的这么一个工具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也会装上它 因为有些班我们没有现成的 它需要去编译 然后再根据你现在的环境去生成 这是大家知道的这样一个结构 这就是为什么要装这些东西 所以说它第一个就要求你装什么 装这个Viso Studio 202 大家可以从这下载 下载社区版就可以了 看一下我现在安装的这个 Viso Studio的话呢 会有一个叫Installer 就是它的一个安装器 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已经装了Viso Studio 202的这个什么 社区版 然后呢也可以点一下修改 可以改它里边的东西 那这里边我们重点用到的 就是这个C++的桌面开发 这个要勾选上 然后下边呢一定要保证就是MSVC 什么143这个要选上 然后呢它现在要求你一定要选哪个呀 一定要选上Win11的SDK 这个我不知道是为啥 因为按道理来讲呢 我们用C++的这个东西 不会用到Win11的SDK 但是如果它要求的话呢 我们就给它装上 有人说那我这个怎么选 我告诉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啊 就如果说你要装这个的话 你注意第一步除了SDK的全部全选上 第二个你再把这个Win11的SDK勾上 然后呢我们点上修改 然后它会下载 这个下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你别看看那个大小挺大啊 其实真正的下载呢还是很快的 现在呢已经下载完了 开始安装 因为其他的我已经提前下载过了啊 所以说呢只需要装一个Win11的SDK 你说装哪个 就装那个最新版的版本就可以 好 大家现在看一下我这个就装完了 然后你注意啊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它其实需要的就是一个构建工具 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并不是说要整个的VSO Studio 我们最终是要这个叫Build Tools 所以说呢我们需要把它加到我们的环境变量里边去 我们下边来操作一下这个 我们先来找到它 好我们先进到我们的C盘 然后Program Files 然后我们找到VSO Studio 然后2022 然后社区版 然后进到里边的VC啊 然后Tools里边 MSVC 这有很多的版本啊 我们选最新的这个 14.43啊 然后呢我们找到里边的BIN 然后找到里边的HOST X64 然后64 找到这个目录就行 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目录呢 直接粘到PASS里边去 增加环境变量也很简单 首先呢我们打开我们的系统 然后呢我们点一下高级设置 然后这儿有环境变量 然后里边呢有一PASS 然后我们可以点一下编辑 然后呢你可以新建这个目录 然后直接粘上就可以 这是我们VC的这个编译器所在的位置 这个编译器我们就有了 下面呢我们在这说Cuda这个部分 Cuda你要考虑的东西呢 稍微的多一点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Conf UI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是Conf UI的官网啊 大家注意当你安装的时候 它这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啊 比方说便携版就是直接一个包下载下来的这种 是吧 另外呢就是我们手动安装的这个版本 主要在安装的这个版本啊 我们重点看一下英伟达的GPU这个部分 它装这个PiTouch的时候 其实是和谁啊 和Cuda是相关联的 所以说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信息 比方说第一个手动安装 它说3.13是支持的 但是呢我们推荐是用3.12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用Python的3.12 这个是官方比较推荐的版本 那如果是用Cuda的话 大家注意啊 它给的实力安装里边 安装PiTouch的时候 用到的Cuda的版本是126 另外你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要是50系列的显卡 Cuda呢要装128 再低了就不行了啊 这个信息大家需要注意 然后呢Cuda的安装其实很简单 大家只要在谷歌上搜一下啊 Cuda然后download 然后这就有这个下载的页面 它默认是多少啊 是这个12.8是吧 你可以选一下啊 就是之前的一些归档的老版本 点开它 那你会发现有12.8啊 12.6是吧 我们选一个12.6.0 我觉得就可以 那然后呢选操作系统 然后X64 Win11 是本地包还是网络包 本地包就是整个打包下载 然后装网络包是先下载一个下载程序 然后切从网上下载这些东西 一般我们选这个 然后是CUDN 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同样的可以搜一下 然后呢我们注意啊 装的是这个库 这个用最新版就可以了啊 选是Windows还是什么 这儿没有11啊 只有10 选ESD下载 然后安装就行 你要看一下你是不是安装成功了 方法呢很简单 第一个呢检查一下环境变量 刚才我们看到了 我们在看这个环境变量 这个PASS的时候 你注意啊 这里边我的CUDN是V9.8 这是它自己加上去的 然后我的CUDA是12.6 看见了吗 那另外呢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命令行来确认一下 我们输一下CMD 你可以输一下英伟达-MSI 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命令 这里边的话呢 会告诉你 你用的CUDA的版本是多少啊 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显卡的信息都会有 再往下边其实就是装这个TREATEN 你说TREATEN和Sage Retention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也是啊 我们需要给大家说清楚这个 我们先看这个Sage Retention 它在安装的时候呢 会要求你用到TREATEN大于3.0.0 另外呢 如果你打开TREATEN的官方的CUDA 它会告诉你啊 TREATEN是一个什么呢 这里边呢 就说的比较清楚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一下 TREATEN呢 是用于编写高效的自定义深度的 原语和语言的编译器 它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开源的环境 它比CUDA呢 效率更高 所以说呢 C这个TEN使用到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一直说装C这个TENTION呢 怎么老去装TREATEN呢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那这个TREATEN呢 其实是在Linux支持比较好 Windows呢 其实支持很差 其中有一个大神 他自己在维护着这个TREATEN的包啊 所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 你注意安装的话呢 我们需加载一个WHR文件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轮子文件啊 这个轮子文件呢 可以用PIP去安装 然后这个你必须根据你的PYSON版本 然后来去选 那PYSON的版本的话呢 我这用的是3.1.2 而且我是用Anaconda去安装的 那你用便携式的 你就看你便携式里边 那个PYSON是什么版本啊 那怎么下载呢 我们点开这个TREATENGON Windows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Release 注意啊 这个这些版本里边可能 这个SET只有两个 这个肯定是没有的 你就往下找 看这有7个 这是POST的10 你点开 注意啊一定是3.0以上的啊 你看这是3.2.0 我们下一个3.1.0 当然你下别的也行 这个我们就直接针对你的这个PYSON版本去下 然后版本只要大于3.0就可以 现在呢 我把它放到地盘 尽量的别有猪文 然后呢我用的是Anaconda嘛 下面我把Anaconda打开 然后呢我进到我的环境里边去 Conda Activate 我用的这个虚拟环境叫ConfUI 不同人的虚拟环境不太一样啊 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统一给大家讲 你只要找到你的PYSON就行 然后我现在的PYSON的版本是3.1.2 那下边呢我去安装一下它 这个命令它那也有 大家看一下 直接这样装就行 PIP install 当然你要是想保险一点 你可以这样去装 进到地盘 根目录 然后我现在这个TWRT就在这儿啊 然后我敲一下PYSON-M 然后再用PIP 然后Install 然后TWRT 然后我们回车 现在呢开始装 现在呢TWRT就已经装上了啊 装完之后呢 下边其实就可以装Sage Attention了啊 下边呢我们来试一下 Sage Attention别打错了就行啊 好背一下直接粘上啊 回车 好现在呢就已经装好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Pipe List Find Stream 找一下谁呢 找一下Sage 大家看一下Sage Attention 1.0.6啊 我现在就已经装好了 好下边呢我们就来测一下行不行 那我推出我的Comp UI 然后呢我再重新的起一遍 下边呢我们刷新 然后呢我重新跑 好现在呢我们碰见了这样一个错误 就是它现在呢需要知道这个CC的这个环境变量 或者叫这个C的编译器啊 它在哪儿 那出现刚才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重启这个终端啊 因为你改了环境变量 如果你终端不重启的话 那个环境变量不会更新 所以说呢我们必须给它更新一下 当然呢你可以通过echoPath的方式来看到 这个相应的变量 你发现你这个有没有 下边呢我们进到D盘 然后我们的Comp UI目录 然后下边呢我们执行一下 当然执行之前呢我们需要Conda Activate 激活我的虚拟环境 Comp UI 然后Python man.py 然后-flow为ram是吧 好下边呢我们重新的来看一下 是不是还会报错 然后呢重跑 好现在呢开始正常采样 最初你会发现啊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需要很多的细节 环境变量改了之后你需要重启终端 像这种东西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你会发现你那个错误它始终存在 但是你装的又没问题啊 所以说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这就是完全从理论到实践 给大家演示了一下C Detention的安装 希望呢对大家有帮助 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动爱的人 在换卷 感谢观看